哈喽哈喽我是Mia 最近呢Mia真是胖到了一个人生空分的境界 非常难过 所以就去solo了一大堆低卡的又能够满足这种结石状态的零食来 今天来呢就要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呢就是魔芋果冻啦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魔芋基本上是一种有保护感强 而且低卡的一种减肥期间非常好食用的一个食物 然后这个魔芋果冻呢 这上面写一包的卡路里只有七卡 嗯这个是桃子味的 这些还有菠萝味啊然后葡萄味什么的 然后它是一箱没有十包 然后总共好像是二十道左右 其实也不便宜 味道呢是那种正常的就是桃子饮料的味道 但是你能够吃出来它的那个糖的甜度是那个阿斯巴甜 是代糖的那个味道 反正呢平时嘴馋的时候就会来一包 就没有什么热量的负担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这个真的是我的爱了 在我节食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会吃这个零食 这个呢是泰国一个牌子的海苔 然后里面是独立包装这个长这个样子 它一包就是一根这个这个海苔的热量是十一千卡 对比那个魔芋果冻稍微高一点 但是真的好吃 然后因为它重量很轻嘛 所以哪怕一百克热量很高 就这个吃起来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然后一根呢十一卡其实就也还好 主要是解嘴馋 因为它的调味很重 它有这种麻辣味啊 然后有什么泰式东荫公味啊 还有焦香味什么的 然后嘴馋想要吃重口味的时候 总不能吃麻辣汤去吃火锅吧 就会来一根这个 会多多少少满足一些自己 想要吃重口味的愿望 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 是我今天新发现的一款冰淇淋 还没有解冻 它是whole foods 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有机超市自营的一个低纸冰淇淋 这上面写的就是每一份就是85克是140卡 正常的冰淇淋呢 基本上一份的热量会在220大卡到300大卡之间 因为像水果的它会相对要低热量一点 像那种焦糖啊 然后巧克力啊 还有一些奶油啊 什么蛋糕口味啊 它的热量就会相对高一些 高一些 这一款呢是草莓口味的有机低纸冰淇淋 然后每一份每85克的热量呢 是140大卡 每一罐里面呢 有4份这样的 把4个85克这样子 所以算是我发现冰淇淋里面热量最低的 好以上呢就是三款我最近在节食期间一直在吃的减脂小零食 在减肥期间你是不是也偶尔会嘴馋非常想要吃零食呢 所以不妨去选一些这些低热量的什么抹育啊海苔啊这些东西 因为节食的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惊心 人非常容易不开心 所以就要最大化的去让自己更好的变快心一点 而这些零食呢不仅仅是让你开心的源泉 还会是你一直节食下去的动力 好的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